咱们继续昨天的话题,也就是2022年6月8日 SpaceX给国际空间站的第25次运送物资的火箭发射时间被推迟了 而这次要被运上去的物资集中了很多非传统的太空实验 昨天我们介绍了三个 一个是绘制全球尘埃分布用的光谱仪阵列 一个是研究太空中免疫衰老用的组织芯片 一个是研究太空中伤口缝合用的器具 今天的科技参考我们介绍另外三个实验设备 一个是用来研究微重力下土壤中微生物的变化 一个是用于没有细胞的基因实验 一个是研究微重力环境下适合的建筑材料 我们先说微重力下的土壤中微生物 在植物的生长中 土壤在以下三点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就是土壤中的营养成分 第二是土壤中的支撑作用 第三是土壤中的微生物 土壤中的营养成分这个作用是普遍 所有人都能想到的 因为土壤里有营养物质 像氮肥 钾肥 水分等等 那植物才能生长嘛 但是后两条作用 土壤对植物的支撑和土壤中微生物的作用 一般人就说不出来了 支撑作用很好理解 因为大部分植株都必须向上生长 如果长着长着倒下了 那一般活不成了 足够结实的土壤就会保证这一点 这就是土壤的支撑作用 而土壤中微生物的作用呢 普通人就更想不到了 和我们生活最接近的例子就是 豆科植物的根部的根硫菌 这是上百种细菌的一种统称 也就是说啊 有上百种细菌都可以生活在豆科植物的根部 以那里的氮气为食物原料 最后代谢出来的呢 却是对植物至关重要的氨类物质 这些氨类物质是氨基酸和蛋白质合成的基础 而实际上微生物的作用远不止固氮这一种 土壤中的微生物类似于肠道中的微生物 数量众多 作用复杂 没有它们 大部分植物都没法生长 这次的实验 NASA将把52个装了土壤的氏管送上空间站 每一个容量50毫升 每个氏管里加入的军群的种类跟数量都不一样 也包含了没有微生物的土壤做对照 另外还有同等数量同样配比的氏管留在着地面 作为同步研究的对照参考 实验的重点是观察一种和植物的碳循环密切相关的物质 几丁质 什么叫几丁质呢 这是一种在自然界分布最广的天然碳聚合物 昆虫身体外侧的硬壳 软体动物的硬壳里都包含了丰富的几丁质 而且真菌藻类体内也普遍含有几丁质 在有重力和无重力的环境下 不同种类的微生物之间在资源竞争上是不是一样呢 现在人们已经观察到了不一样 但怎么不一样 尤其是针对重要的元素 比如说碳循环 在微重力环境下 微生物又是怎么达成新的平衡呢 这都是研究的重点 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今后太空探索中生命知识系统 今天我们去太空都是一次性的带足全部食物 但未来去火星或者执行火星任务的时候 可能并不能一次带齐所有的食物 那利用土壤在太空中种植植物 迟早是我们要面对的课题 尤其是提供能量的碳水化合物中的碳 是怎么在土壤中 在微生物们的竞争下形成循环和平衡的 这就是这次研究的重点 第五个实验是用无细胞技术表达蛋白质 我们知道生物体产生蛋白质的过程都是各种蛋白质工人 根据基因序列上的信息 在细胞的内部加工完成的 然后再把生产出来的蛋白质送出细胞 但是现在也有一种人工技术可以不使用细胞 只需要把蛋白质模板 也就是对应的那对DNA或者mRNA序列给出来 再加入足够多的酶和营养物质 就能产生特定的蛋白质了 其实这个技术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 今天很多国家在食品安全上已经在使用它检测了 原理上是这样的 检测一种食物或者饮料是否含有有害的物质 通常就是检测某种只有有害菌才能产生的蛋白质 如果有这些蛋白质 就说明食物里有有害物 如果没有 就说明没有有害物 之所以这些蛋白质有代表性 是因为检测它们的精度很高 成本很低 那把这项技术拿到太空中做有什么意义吗 难道微重力环浆下会是另外一番面貌吗 不是的 其实效果没有什么差异 但这个技术非常有用 它可以用来检测国际空间站上的供水系统里 是否存在细菌污染 具体来说 这个方法是加州圣和赛的一个高中女生发明的 她使用了BioBeats公司提供的无细胞蛋白表达技术 发明了一个可以直接读取仪表上的式数的装置 来判断水体是否被污染的方法 这种技术可以把污染了的水的细菌的一部分DNA 在不需要细胞培养的基础上 快速大量的表达成蛋白质 由于这种蛋白质像标志物一样 检测起来非常方便 于是判断航天器里的水吸环系统是否被细菌污染了 这样一个复杂的检测任务 今后就可以在国际空间站由航天员独立完成了 在此前要想完成这些任务 需要利用乙航员回到地球返程的火箭 顺路把航天器上的水带回去一些 当做样品拿到地面上检测室去分析 分析所用的那些设备是无法在空间站狭窄的空间里使用的 这个实验的特殊之处就在于 它是一个高中生提出来的 其实这是一个运营了八年的项目 叫做太空基因 每年由项目组从各国提交的方案中选出其中一个 选中的实验最终就会由NASA安排到国际空间站里去做 今年这个小工程的项目是第九个将要实施的 和基因有关的太空实验了 之前最有名气的一个是在国际空间站 使用大名鼎鼎的CRISPO-CAS9技术做了一次基因编辑 当然这次入选的实验对太空探索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一个要说的是太空中的建筑材料 人类最终会面临在太空或者其他星球建造基地这一步 而用什么材料建造呢 那肯定得是基于当地星球上的资源了 在月球上就得以月球土壤作为主要原料 在火星上就要以火星土壤作为主要原料 人类是不可能自己带着水泥混凝土去那么远的地方的 实在是太沉了 但对于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水的星球来说 表面物质是没有什么凝聚力的 散沙一团或者尘埃飘散 建筑物怎么能由这样的材质打造出来呢 今天也有一些设想 比如说对砂石一类的东西使用高温加热 让它们成为熔熔态 然后再冷却成型 这类建筑材料的强度是足够的 但是这个想法实在离应用太远了 因为加热用到的容器 加热用到的能源跟设备还没有呢 还有一种设想就是 从地球上带一些能够起到粘合作用的材料过去 比如说强力的胶水 带它就比带全套的钢筋水泥当然要轻多了 现在又有了这种想法的改进版 就是生物聚合物土壤复合材料 这次要送的国际空间站的建筑材料 就是这个思路 它利用一种细菌产生出牛血氢蛋白 和水混合之后 能把月球土壤沾得结结实实的 大约跟混凝土类似 在新型混凝土干燥的过程中 水分还会蒸发出来 蒸发之后 月球土壤 牛血氢蛋白的混合物 就类似于混凝土了 不但轻 而且还结实 这次计划在国际空间站上 用这种方法合成六块砖头 每块砖头一刻重 没错 其实就是很小很小的一块 只是为了实验用 同时也要用相同的方法 在地面上合成六块砖头 然后再对比太空跟地面 分别做出的砖头 在抗压呀 孔系方面的表现 昨天跟今天 我们分别介绍了 将要在国际空间站 开展的六个实验 它们每个都和在太空中生存 或者在其他星球建立基地 有些关系 只是由于火箭发射前 探测到了燃料泄漏 发射才推迟了 具体发射日期还没有确定 但给出的时间是 至少要推迟20天 等这些实验出了结果 我再为你介绍新的进展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感谢观看